陶先生,我看新聞有很多爸爸媽媽都有能力、有錢 可以資助到子女的首期,是不是真的這樣? 其實過往那麼多年,其實樓價每年都有幾%升幅 過往10年,其實升了5倍 而且在數字上看得到,其實6.5%的業主都供滿樓 其實在市場上,新買家裡面,其實也有很多年輕人 但當然市場上,其實我們看到很多都是靠副鋼 很多人說副鋼靠家岸 很多爸爸媽媽都加岸自己的物業幫子女上車 那有沒有一些借岸揭的方案可以幫到他們呢? 見到市場上,有些爸爸媽媽想幫小朋友 就拿了自己的房子去做圖宴 剛剛說過,大部分業主都是供掉了一層房子 有些銀行我們看到都可以用資產來做批核 當然他有其他的流動資金去幫忙 其實他都可以借到大概兩成到三成至四成之間 批完之後,再送給小朋友去做首期 小朋友就自己去買樓,自己再供 我亦都見到有些爸爸媽媽,小朋友多 他可能會重新資產配置 把層樓買了之後,重新安排小朋友 去不同家庭,分開去買樓 其實有個好處 他獨立每一個三個四個自己買回層樓自用 其實他們都可以用高乘數的按揭去做借貸 如果有些爸爸媽媽,他自己本身是有物業負債 但他又做子女的擔保人 這樣是不是反而會幫到忙呢? 是的,因為他本身層樓正在供 如果小朋友都是找他擔保人 其實兩層樓都會去計算 計算出來,供款的貸款額會跌10% 供款比率會由50-60%跌到40-50% 所以變相又會借少了 而且收入要求會增加了 有點嘴巴 但是他們就交給自己的賜牌 但是他們的貸賣 這支機率的不容許會 不是很兇能的 可以這麼多貸賣 我們有多久的貸賣 我們可以做到貸賣